一条灰白相间的法则 星河浮现 其他神尊的法则星河出现时都在头顶 可林墨宇的法则星河则是在身下 并且林墨宇现在还不是神尊 却能随心所欲地召唤法则星河 林墨宇的身体 缓缓沉入法则星河之中 星河奔腾咆哮 冲刷着林墨宇的身体 好圣尊知道 林墨宇已经要步入神尊 而且是在最后关头停下来 距离神尊只差一丝丝 而且他的肉身被至尊以规则之力练体过 肉身已经非常强大 练成了传说中的紫金身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林墨宇直接用肉身进入了法则星河 比起紫金身 这才是真正传说中的传说 紫金身相当于肉身入星河的门票 但并不是说练成了紫金身 就可以走入法则星河 林墨宇做到了 做到了传说中无人能做到的事 好圣尊尼难道 真是变态 星老哼了一声 什么变态 这才是真正的天才 你们这些小家伙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好圣尊再次闭嘴 喃喃地不敢说话 他要是再多说两句 又要被星老训练 显然星老对于他们这帮不听话的小辈 已经十分不顺眼 幸好星老现在注意力大部分都在林墨宇身上 眼中充满不错不错 这都多少年了 好久没有见到一个 能够肉身入星河的天才了 你现在距离神尊也就差了一丝 只要你想 随时能成为神尊 既然你来到了这里 就算是我们的缘分 老夫为就拿出压箱底的东西 为你种一颗法则种子 祝你将来能长成法则之树 结出法则之果 林墨宇不懂什么叫法则种子 更不知道什么叫法则之树和法则之果 但是星老说 这是他压箱底的东西 肯定是好东西 而且看好圣尊的眼神就知道 那可是羡慕的眼神啊 能让一位圣尊感到羡慕 必然是好东西 自己又不傻 怎么可能拒绝 长辈刺 不敢辞 星老满意地点头 这时他看向好圣尊 挥了挥手 一脸不耐烦 小浩浩还在这里做什么 快点回去吧 你应该还有很多事要忙吧 小家伙在我这里 还有什么能不放心的 等他突破了 自然会回来 星老下了逐客令 好圣尊哪里还敢逗留 那就麻烦星老了 说完他转身就走 一步步停留 无比干脆 林墨宇恶意猜测 好圣尊是不想再听到 小浩浩这个词了 星老摇头叹息 小浩浩这些人就是不太听话 要不然以他们的资质 也是有可能炼成紫金身的 能在这个时代里成为圣尊 修炼方面的资质都属上家 若是放在远古时代 一个个都是顶尖天才 没办法 时代限制了他们 这时星老手掌一番 手中出现了一颗指甲盖大小的种子 种子看上去平白无奇 看不出有什么奇特之处 据 随着星老一声轻贺 法则海里无数法则星辰同时亮起 大量法则朝着种子飞扑而来 林墨宇睁开灵魂之眼 看到数以千计的法则线条 都连接到了小小的种子身上 种子闪闪发光 其中的法则气息越来越浓郁 种子似乎也随之变大了几分 可以感受到 种子里面充斥着各种法则 容 又是一声轻贺 种子里法则竟然互相融合到一起 不分彼此 难分你我 种子闪闪发光 绽放出各色光芒 光芒不断变化 最终变成一种朦胧的色彩 同时散发出一种奇特气息 林墨宇心中咯噔了一下 似乎在混沌法则有些相似 但好像又不如混沌法则 混沌法则的包容度 比它更加宽广 逐渐的 种子上的光芒全部收敛 彻底消失不见 只是不过 上面蒙上了一层淡淡雾气 种子的体积 也比之前大了一圈 星老说道 这叫法则种子 里面包含了各种法则 把它种在你的灵魂世界里 等你成了神尊 领悟其他法则的时候 它就会发芽成长 让你领悟法则越发容易 用法则对它进行浇灌 它就会长成法则树 结出法则果实 吃掉法则果实 可以大幅度提升法则的领悟程度 你自己拿来吃了 说不定可以直接将一种法则 掌控制圆满 不过至于会结出什么法则果实 那就看你的运气了 法则果实每次只能结一颗 法则果实摘取后 法则树就会枯萎 重新变成法则种子需要第二次浇灌 而且这玩意只能你自己吃 不能给别人 有害无益 明白了吗 说着辛劳把法则种子递给林墨宇 林墨宇立即接过 多谢前辈 它可是好东西啊 接出的法则果实自己吃掉后 有机会直接将一门法则 掌控制圆满 别的神尊 还是辛苦领悟第二个第三个法则的时候 自己只要吃吃法则果实 就能获得不同法则 这时辛劳似乎才想到一件事 话说 你是打算领悟多重法则的吧 林墨宇恩了一声 确实有这个打算 辛劳这才放心 那就好 如果你只领悟单法则 那就浪费了 林墨宇灵魂一动 法则种子顿时飞入眉心 下一秒已经出现在灵魂世界里 可是它刚一出现在灵魂世界里 还莫林墨宇找到安置它的地方 一颗竖法恒星搜得飞了下来 无限融合竖法画出一张大口 巴唧一下 把法则种子吞了下去 林墨宇的灵魂 眼睁睁地看着意外发生 却来不及阻止 无限融合竖法的速度太快了 简直比光速还快 等灵魂反应过来时 它已经吃完了 它打着宝格 心满意足返回 这家伙肯定是有预谋的 林墨宇在心中想着 法则种子在手上的时候 它就已经知道了 却是一点也没表现 等到法则种子进入灵魂 直接就过来抢吃的 不是有预谋的 还能是什么 林智好像越来越降了 林墨宇在心中想着尾 虽然有些可惜 但被吃了就被吃了吧 相比法则种子 无限融合 对用处要大得多 林墨宇并不心疼 只要不被心老发现就好 要不然就不太好解释了 难道说 自己的术法诞生了灵智 说出去 鬼才会相信 心老似乎并没有发现 而是说道 好了 你可以突破神尊了 林墨宇呕呕了一声 当即开始突破 法则心河咆哮 钻进肉身 进入灵魂世界 最后一丝的也被补上 天地轰鸣 神城星域 忽然下起了七彩雨 紫禁深小城七彩雨 在星域中缓缓落下 不仅仅在星辰上游 在星域的每一处都有 美丽的七彩星河 凭空而生 彩虹一般 在星域中飞舞 七彩星河的光影 出现在了星域各处 各个星系里的人 只要抬起头 都能看到七彩星河 恒星的光芒 被七彩星河所遮盖 即便是在白天 烈日当空的时候 都能清晰地看见七彩星河 哪里来的七彩星河 从没有见过 还有这七彩雨 也从没有见过 它从哪里来 又要到哪里去 真是神奇 还有这七彩雨 我淋着雨好舒服 好感觉心生了一样 不是错觉 我的一些旧伤 竟然都有恢复的迹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谁知道吗 一时间人黄网络里 炸开了锅 所有人都在讨论 突然出现的七彩雨 和七彩星河 进了人黄网络 人们才意识到 这雨七彩两 竟然覆盖了 整座神城星域 规模之大 难以想象 七彩星河 也是整座星域 都可以看见 实在是神奇无比 无法用常理来解释 神城核心之处 巨大的光团之外 这里也下起了七彩雨 七彩星河 也在这里出现 不断舞动 众位彼岸镜 同时看着七彩雨 和七彩星河 震惊无比 这是什么异象 为何从没听说过 七彩雨 七彩星河 确实闻所未闻 老夫活了万年 都没见过此等异象 遍及整座神城星域 规模之大 超乎想象 玉夫人呢喃着 七彩雨 好像在哪里听过 灵老也低声道 确实有所耳闻 应该是某个传说 不是特别清楚 圣尊或许会知道 应该不是什么坏事 神城之中 同样下起了七彩雨 几位圣尊离开中央神殿 看着神奇一幕 好圣尊感叹连连 想不到传说是真的 天圣尊也同样赞叹不止 想当年 我们还是彼岸时 一同食入远古遗迹 得到了一些信息 当有人以紫金身成就神尊 天地当有七彩雨落下 以示祝贺 当有人以完美姿态成就神尊 天地当有七彩星河浮现 以示祝贺 好圣尊轻笑道 记得老沙那家伙 当时还嗤之以鼻 现在被打脸了吧 沙圣尊哼了一声 你难道没被打脸 当年你怎么说来着 七彩雨和七彩星河 都只是胡说八道 好圣尊摇头 其实我一直知道 并不是胡说八道 只是当年 我们已经成了彼岸 再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 也只能如此说 以定道心 天圣尊叹息 星老曾经劝过我们 可惜我们都不听劝 好圣尊摇头 当时 我们年轻气盛 怎么可能受得了 枯燥乏味的恋体 而且 还续人恋上几百上千年 刚才星老已经说过我了 我真的是无言一对 林小友 此刻以完美姿态成就神尊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老夫活了万年 都没现过此等异象 便及整座神城星域 规模之大 超乎想象 玉夫人呢喃着 七彩语 好像在哪里听过 林老也低声道 确实有所耳闻 应该是某个传说 不是特别清楚 圣尊或许会知道 应该不是什么坏事 神城之中 同样下起了七彩语 几位圣尊离开中央神殿 看着神奇一幕 好圣尊感叹连连 想不到传说是真的 天圣尊也同样赞叹不止 想当年 我们还是彼岸时 一同食入远古遗迹 得到了一些信息 当有人以紫荆身成就神尊 天地当有七彩语落下 以示祝贺 当有人以完美姿态成就神尊 天地当有七彩星河浮现 以示祝贺 好圣尊轻笑道 记得老杀那家伙 当时还嗤之以鼻 现在被打脸了吧 杀圣尊哼了一声 你难道没被打脸 当年你怎么说来着 七彩语和七彩星河 都只是胡说八道 好圣尊摇头 其实我一直知道 并不是胡说八道 只是当年 我们已经成了彼岸 再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 也只能如此说以定道心 天圣尊叹息 星老曾经劝过我们 可惜我们都不听劝 好圣尊摇头 当时 我们年轻气盛 怎么可能受得了 枯燥乏味的恋体 而且 还续人恋上几百上千年 刚才星老已经说过我了 我真的是无言一对 林小友 此刻以完美姿态成就神尊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单论灵魂 他不会比任何一位圣尊差 全身紫金光芒闪动 肉身也在他步入神尊后 再次有所增强 紫金身越发强大 光芒越发浓郁 紫金身小成了 之前的紫金身 只能算出入门庭 现在则已是达至小成 这个时代里 已无人修炼肉身 别说紫金身 就算神王金身大成的 都是少之又少 正因如此 林墨宇无法与别人进行比较 不过他知道 单论肉身 他已是这个时代中 数一数二的存在 圣尊敬的灵魂 顶尖的肉身 如今他 唯一不足的 就是境界 境界需要渡星河 在法则星河中走得越远 与法则星河的 融合度越高 境界就越高 一直到自己 走至法则星河的尽头 踏上彼岸 林墨宇很清楚 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别人都是灵魂渡星河 不管灵魂走多远 肉身都是在岸边 一动不动 哪怕最终踏灵彼岸 也只是灵魂到达 肉身依旧莫动 在林墨宇看来 这样的彼岸 不是真正的彼岸 而自己 则需要肉身灵魂 一起渡星河 真正的踏灵彼岸 只是这样的路更难走 肉身在法则星河里 限制极多 不像灵魂那般自由 林墨宇露出一丝微笑 再难 也要渡过去 接近 我看不上 他深吸口气 如龙卷吸水 大量法则星河 被吸入灵魂世界 法则星河在灵魂世界中爆开 化作无数水汽 将整魂世界淹没 神尊已然晋升 接下来就是术法 及天赋进化 每一次大境界的提升 术法和天赋 都会带来惊人变化 神尊与神王 是一次无比巨大的跨越 林墨宇心中引有感觉 两者的变化 将会无比巨大 灵魂睁开眼睛 首先看到了天赋巨树 比起术法 天赋巨树 显然更加重要 自己能走到如今这个地步 和自己的天赋 是脱不开关系的 天赋巨树 正在剧烈地摇曳着 他似乎也在为林墨宇 晋升感到高兴 树叶刷则作响 就像是无数只大手正在鼓掌 灵魂世界里的水气 笼罩着天赋巨树 天赋巨树正在成长 它越来越高 再次有顶天立地的趋势 林墨宇清晰地感受到 天赋巨树正在迅速变强 忽然 一场七彩宇出现在灵魂世界中 如同甘铃洒落 七彩宇的突然到来 并没有令林墨宇感到惊讶 仿佛一切都是 纳摩自然 灵魂沐浴七彩宇 有着一种天 然的舒适感 林墨宇有种怪异的感觉 自己好像见过七彩宇 本能的 觉得七彩宇对自己并无恶意 七彩宇洒落在天赋巨树上 令天赋巨树染上了一层绚丽 的颜色 吸收了七彩宇后 天赋巨树变得越发强壮 它越长越高 巨大的枝叶伸展开来 遮蔽了大半灵魂世界 如今的灵魂世界早就不同以往 不仅空间变大 更是由 如一方真实世界 天赋巨树生机勃勃 强烈生机充斥着灵魂世界 若是有些种子 有些草花 早就在此生机下 生长发芽 林墨宇心中一动 灵魂世界 会不会就是规则世界的除 行 圣尊竟演化规则世界 或许就是以灵魂世界为依托 他心中想着 体悟着规则世界 他进入好圣尊的规则 也进入至尊的规则世界 从彼岸 进到至尊 一直都有接触 逐渐地 他看出了一些端倪 彼岸与圣尊的区别 在于规则世界 彼岸没有规则世界 而圣尊有规则世界 如果仔细去感受 能感受到规则世界带来的变化 而福圣尊并没有规则世界 看来即便是圣尊 构建规则世界 也需要漫长时间 福圣尊之所以没有规则世界 自然不可能因为别的缘 因 只能说是 成为圣尊时间还短 还莫能构建出完整的规则 世界 所以 福圣尊在实力上 要比好圣尊等人弱 而圣尊与至尊的区别 就更大了 天赋巨树 还在继续生长蔓延 已经笼罩了大半个灵魂室 界 依旧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他这模样 就像是要把整个灵魂世界 变成茂密丛林 他越来越高 原本就极大的灵魂世界 竟然又硬生生地 被他撑开 变得更大 林墨鱼敏锐地捕捉到 之所以会如此 正是因为七彩 七彩鱼变成了 天赋巨树最好的养分 滋养着他 令他着 壮 忽然林墨鱼眼睛微缩 他看到了另一重变化 在天赋巨树茂密的枝叶间 出现了一朵朵微小的花蕊 并且似乎还有果子出现 开花 结果 生机变得更加磅礴 天赋巨树 似乎正在朝着真正的生命 提转化 林墨鱼深切地感受到 生命树变得以前往不一样了 更 加真实 更加强大 不只是枝叶茂密 根系更是发达到 难以想象的地步 发达的根系 扎进了莫名虚空 不断抽取着强大能量 不 仅供养自身 还为自己提供强大的支援 自己的消耗 能迅速得到恢复 七彩宇终于停了下来 天赋巨树 也终于停止了生长 正当林墨鱼觉得 天赋巨树变化要结束之时 多年不动的 神舟顶突然自动飞起 金灿灿的神性之力 交在天赋巨树上 天赋巨树通体 被染上了一层金灰 枝叶间的花蕊顿时长 大了一大截 旁边的果子 也同样长大了不少 天赋巨树摇曳不止 刷刷作响 它似乎变得根位强大了 透出来的气息 就算是林墨鱼 不感到震惊 九彩龙魂金 发出嘹亮龙银 似乎是在恭喜天赋巨树 因为天赋巨树的存在 林墨鱼获得的灵魂力 极为纯净 九彩龙魂金的效果 被大幅度减弱 但也不是没用 这件属于龙族的质保 林墨鱼相信 还有别的用处 神性之力浇灌了好久 天赋巨树上的花越来越大 其中 有一朵似乎即将盛开 同时在它边上 还有一颗果实 变得越来越红润 似乎也即将要成熟 这却是天赋巨树吗 林墨鱼看着这一幕 喃喃自语 天赋巨树的变化 就算是它这个主人 一时间都难以理 解 直到神州鼎也演起息鼓 一股信息传入灵魂 它的天赋 出现了 世界术 幼生七 能力一 增幅 术法效果增幅千倍 能力二 连接 亡灵军团所有成员 共同承担伤害 共 想生命与精神 所受到的伤害 减少十倍 能力三 新生 亡灵军团及主人 在受到致死伤害实惠 获得新生 瞬间恢复至巅峰状态 所有术法重置冷却 此能 立可连续触发三次 触发三次后 进入冷却状态 冷却时间 二十秒 能力四 世界之果 服用世界之 果 可加速规则世界演化 增强规则世界 若是圣尊之下福 用 有极小的概率诞生规则 世界雏形 能力五 灵花 盛开的花朵 可对亡灵军团成员进行二 九孕育 可赋予灵智 须比暗尽以上的成员 方可进行二次孕 育 灵墨语 灵魂张了张口 有些无言不对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自己的天赋巨数 竟然变成了世界 数 外形上看着只是大的点 更加茂密 生命力更加强悍 可实际上 内国已经完全改变 他的变化 也带来了天赋的变化 数法增幅 生命连接 以及新生 这三项能力 是以前就有 只是此次 得到了大幅度增加 数法增幅从神王晋的四百倍 变成了如今的千倍 生命连接的伤害减少 从之前的四倍 变成了如今的十倍 仅是这两项变化 就足以让战力大幅度增加 别人是境界越高 越急而战的能力越弱 而自己 却是境界越高 越急而战的能力越强 这种天赋 说出去 足以让人羡慕 极度地吐血而亡 哪怕别的数法不再变化 灵默于感觉 自己现在全打高阶 神尊 都是轻轻松松 能力三的新生 再次增加了一次 新生的次数 原本在融合了不死数后 新生次数 已经增加到了两次 现在更是增加到了三次 并且冷缺时间 减少到了二十秒 死三次 再过二十秒 又能死三次 除非有人能连着秒杀自己 要不然 自己就很难再死 新生可是连着亡灵军团 也能享受的 谁能面对亿万亡灵军团 连着秒杀自己 灵默于感觉自己 越来越变态了 甚至觉得 面对彼岸境 也有足够的能力保命 之后得能力四 果实 加快规则世界的演化 加强规则世界 这两个能力 暂时用不着 可灵默于再清楚不过 对圣尊来说 世界果实的价值 根本无法估量 能力武的灵花 更是逆天 可以对亡灵军团的成员 进行二次孕育 孕育后会赋予灵智 虽然限制是彼岸境 但这根本不是问题 将来 他或许会拥有一只 忠诚无比 又用自己思维的亡灵大军 比起现在 什么都要自己操纵的军团 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天赋的变化太过惊人 林默于甚至觉得 自己会不会被雷劈 世界术到底是什么 没听说过呀 等安塔瑞斯出来了 好好问问 星河如瀑布般清晰而下 星河中蕴含着庞大不死法则 滋润着所有树法恒星 不死法则 作为林默于领悟的第一个法则 也是它成为神尊的法则 被称之为本命法则 所有树法恒星 都可以被不死法则滋养 加持 增幅威力 在法则星河的浇灌下 绝大多数树法恒星 都贪婪 吸收着法则星河的力量 唯有三颗树法恒星例外 它们高高在上 仿佛对法则星河不屑一顾 根本不去吸收 平日里 它们也是凌驾于所有树法恒星之上 位于所有树法恒星的最顶端 首先 就是像皇帝一样 高坐九霄之上的 无限融合 它是唯一一个诞生灵智的树法恒星 有着自己的喜好 对需要的东西 要么头 要么抢 对不喜欢的东西 压根不理 167 其次就是两颗本源树法恒星 两颗本源树法恒星地位 只比无限融合略低 如同左右宰相 拱位着无限融合 它们同样 也没有吸收法则星河的力量 倒不是不屑 而是不需要 本源树法明显有着自己的体系 并不需要法则进行加持 只是 林默宇感觉很奇怪 本源树法应该是无比强大的存在 它的本源之力 就算是异世界的至尊级强者 都要给予 这也说明 本源之力 贯穿了多个世界 并非大世界独有 可它们依旧不如 无限融合 真不知 无限融合 是什么层次的数法 当时在演示之中 无限融合 似乎要配合着天灾权杖 才能发挥出最大作用 现在天灾权杖 还没有完全恢复 看来 无限融合的能力 还可以继续挖掘 灵魂低头 看了下手中的天灾权杖 现在权杖上 只有一块灵魂宝石 而且灵魂宝石都不是完整 还有几块更是空缺 天灾权杖的力量 根本不能发挥出来 轻叹了口气 要走的路还很长啊 在法则星河浇灌下 数法恒星正在茁壮成长 灵魂宇能感觉到 它们都在变强 数法恒星越来越明亮 光芒越发刺眼 照亮了整个灵魂世界 灵魂眯着眼睛 欣赏着这场变化 首先是三大基础骷髅的 数法恒星达到了极限 它们无比璀璨 远胜普通的恒星 灵魂宇是拿自己 现过的所有恒星与之相比 发现现在世界中的恒星 都不如自己的数法恒星 三颗数法恒星 似乎达到了一个灵界点 只需要一个契机 就可以发生质变 它们飞快地旋转着 将大量法则惊吞进去 温暖的恒星光越发赤裂 逐渐转白 越来越刺眼 很快就达到了 连灵魂宇都无法直视的地步 它们真正达到了灵界点 但缺少一个契机 始终无法突破 一直保持在灵界点上 灵魂宇感受了一下 融合度已经提升到了百分之二百 无法再增加 超过正常值得整整一倍的融合度 需要一场质变 可质变似乎又缺了一些东西 缺了什么 灵魂宇也不清楚 不只是他不知道 别人也不会知道 在这个时代里 数法恒星已经是极限 无数人的融合度也只有百分之一百 连百分之一百都无法突破 弹河质变 这个问题 即便是那些圣尊都不会有答案 之前灵魂宇和好圣尊的谈论修炼一道时 曾经有问过这个问题 好圣尊的回答是 在已经不可及的远古时代 确实有人突破了数法恒星的限制 达到了另一个层次 可惜 那些信息只剩下一些残碎不全的记载 具体怎么做 他也不清楚 接着 越来越多的数法恒星达到了灵界点 融合度都达到了百分之二百 无法再增加一分 它们需要质变 需要突破 但一直无法成真 强烈的光芒照耀着灵魂世界 似乎陷入了僵局 林墨宇能感觉到 法则星河正在减弱 用不了多久 它的突破就将完全结束 到时候 一切都将会固定下来 如果不能突破 质变的话 以后再想质变就难了 肉身和灵魂的眉头 双双紧锁 搜长刮度 都莫能找到相应的办法 终于 最后一颗数法恒星 也达到了灵界点 此时此刻 这些数法恒星 就像是嗷嗷待哺的孩子 等着林墨宇的头位 林墨宇却是墨东西可以喂 他试着送过去灵魂力 啥作用都没有 至于不死法则 现在所有数法恒星 都吸收了海量的不死法则 有用才怪 林墨宇想了半天 实在是没有办法 最终把注意力落在了 无限融合 数法恒星上 小家伙 你有办法吗 试着用灵魂与之沟通 无限融合 数法恒星 嗡嗡震动起来 传来一丝微弱一时 有 林墨宇心中一喜 继续用灵魂沟通 那交给你了 说完之后 还不忘给点糖 如果成功了 将来有好东西 第一个给你 无限融合 数法恒星动了 它洒落朦胧灰气 落在两颗本源数法恒星上 强兵 俱立 两颗本源数法恒星 似乎是受到了刺激 释放出奇特气息 本源之力 没想到 无限融合 竟然命令两颗本源数法恒星 释放出本源之力 本源之力 无比神秘 林墨宇 也只有在动用本源数法的时候 才能感受到一丝丝 平时里根本感受不到 没想到 现在它们竟然在 无限融合的刺激下 释放出了本源之力 竟然质变的契机 是本源之力 丝丝缕缕的本源之力飞出 融入数法恒星 每颗数法恒星 都只得到一缕本源之力 不是小气 而是本源之力太过珍贵 有一缕已经很难得 获得了本源之力 数法恒星终于获得契机 它们同时发生变化 轰 数法恒星一颗接着一颗炸开 整座灵魂世界都在震动轰鸣 在爆炸中 出现了一个巨大黑洞 升华的黑洞 曾经在数法行星升华位恒星时 也出现过一样的黑洞 通过黑洞 可以看到大世界符文 现在数法恒星再次质变升华 形成的黑洞更大 看得也更加清晰 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可能错过 大世界符文 可是大世界真正的核心 如果可以观摩它 哪怕仅有一丝丝的启发 也将是难以想象的收获 当年连安塔瑞斯都要抓住的机会 自然不能错过 林默与福至心灵 立即集中注意力 朝着黑洞看去 他再次看到了 那块属于大世界符文的奇特世界 一枚巨大无比的符文 静静地漂浮在那里 从他身上衍生出了无数符文 每个符文都代表着一种法则 比起法则星河 这些符文更加强大 林默与的眼界金飞锡比 他终于看明白 这些代表着法则的符文 都是古符 中文字幕制作人